今天我们的主要内容播 首先来看看对于周末来说 这是美国拜登政府恐怕最难堪的一个周末 无论在内政、外交、军事都是面对挫败 其中最令人感到悲伤难过的是 美国居然在海外的军事行动炸错了人 记不记得美军在阿富汗撤退的时候 曾经遭受到自杀炸弹的攻击 两天之后也就是8月29号 美国声称他们用无人机追踪到一名恐怖分子 然后把它进行摧毁 也消灭了一场可能的自杀炸弹的攻击 当时美国表示血债血环 正义获得了伸张 拜登总统还亲自召开记者会 如今证明完全是一项错误 被炸死的只是一名43岁的 一名无辜的阿富汗平民 他为美国人的粮食救援组织工作 当天早上出家门是搬运水而不是炸药 美军的无人机追踪了他 八个钟头之后还是觉得还是恐怖目标 在他到家的时候发射了飞弹 而他的小孩正好出门要迎接返家的父亲 于是七个小孩三个成年人 当然包括这名无辜的父亲 全部都被炸死十个人 到目前美军指挥官表示道歉遗憾 甚至暗示美国会给予赔偿 但白宫到目前还没表示任何的正式的声明 世界的媒体表示这件事情当初在事发之后 就有美国纽约时报率先说可能炸错了人 如果不是媒体的追踪 美国人不会自己公布这项可怕的悲剧 而过去二十年来所实施的 所谓的无人机的恐怖炸弹攻击 又有多少类似的无辜平民受害 我怕美国人都要给世界一个答案 其实这个事情正是美国军事上的 一个严重的挫败 不过还有一件事情是更可怕的 就是美国在太平洋决定要结合 澳大利亚跟英国形成一个新的军事同盟 你看到这个一个名字 A 然后是UK UAS 刚好是三个国家英文名字的自首的组合 表面上它可能是要围堵中国的扩张 我一般人认为主要是军事科技的交流 这里面最主要一项是 美国承诺跟英国合作 将给予澳洲核子潜舰的军事发展技术 帮助它造一艘核子潜舰 澳洲近五年来一直想到 采上自己发展一套核子的军事武力 曾经跟法国发展了很久 也试图签约 但一直没有成效 美国人上门当然接受 但问题是 他们跟法国签署又中断了一个非常大的合约 法国承诺 帮助澳大利亚来建造12艘传统动力的潜舰 金额多少 高达660亿美元 这660亿美元 据中国大陆的媒体报道 相当于法国11年 对海外输出的军火工业的总和 这下子完全被生意为美国人抢走 不说 事先事后 澳洲 美国 英国 都知道 唯独法国人完全不知情 于是法国不仅抗议 更在今天召回了驻美国大使 这在近代历史上 法国跟美国翻脸 恐怕还是头一遭 事情会如何发展 我们看看 整个的新闻是如何 一艘蒙同巨舰在海上乘风破浪 这是美国海军最先进 威力最强大的 维吉尼亚籍核子动力攻击潜艇 长115公尺 排水量7900吨 可搭载12枚战斧巡逸飞弹 外加25枚鱼雷 由于是核子动力 无需添加燃料 就可以航行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神出鬼没的在水下 对敌军发动攻击 目前全世界只有英美法中俄 外加印度六个国家 拥有如此可怕的杀人戾气 但不久之后 就要加入第七国了 15号当天 美国总统拜登 加上英国首相强生 以及澳洲总理莫里森 举行三巨头视讯会议 共同宣布一项重大消息 这个美英澳三国同谋 结合三国英文名称缩写 因此简称AUKUS 最主要目的就是在军事外交上 彼此合作 而第一个重要措施 就是在十八个月内 动员三国技术 协助澳洲海军 取得核子动力潜艇的能力 AUKUS 澳洲过去一代表示 绝不会成为核武国家 如今要拥有核潜艇 外界不禁怀疑是否打破承诺 第二位发言的英国首相强生 赶紧出面澄清 澳洲与英国两位小老弟 先把重点说完 轮到拜登上场总结 没想到一开口就出球 不论是澳洲老 朋友还是总理先生 拜登就是记不住莫里森 到底叫什么名字 无法直呼其名 甚至无意间说出 美英澳三国同盟 是不寻常的组合 三方安全倡议的英文简称 听起来也许很奇怪 但任务却相当严肃 除了优先让澳洲 取得核潜艇实力 三国合作项目 还包括网际网路 人工智慧 量子技术 以及深海能力等高科技领域 美国上次协助其他国家 建造核子潜艇 是在1958年 受惠国是英国 这次选择澳洲 再度显示捍卫印太区域 安全的决心 而拜登虽没有明讲 快速发展的威胁 解释哪个国家 不过明眼人都知道 所指为何 看开亚太地区地图来看 东北亚部分 美国和日本 已经有美日安保条约 可以防止中共 在东海地区蠢动 另外持续对台军售 产生吓阻作用 让解放军不敢轻易进犯 如今再加上 以军事同盟为主的 三方安全倡议AUKUS 加强美军在南海的实力 完成对中国大陆的海上包围网 而澳洲一旦拥有 无限续航力的核潜舰 更可将原来近海防御 延伸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 全球战略攻击武力 不过这项军事合作 却让法国很火达 这是真正的 美国的美国 澳洲与澳洲与澳洲 有信心的关系 这信心的关系 2016年澳洲宣布潜舰计划 最后由法国船厂得标 将为澳洲建造 12艘传统动力潜舰 没想到5年来 不断变更设计 又一直追加预算 让这项660亿美元的合约 停摆至今 现在半路杀出陈咬金 澳洲转向美国 且在为事先通知的情况下 就被拦弧 让法国气得立刻召回 驻美国及驻澳洲大使 还骂拜登跟川普简直没两样 美英向澳大利亚 出口高度敏感的核潜艇技术 再次证明 他们将核出口 作为地缘政治国益的工具 采取双重标准 一周前 拜登才主动打电话给习近平 谈中美两国如何避免冲突 一周后就组了反中新联盟 继续孤立中国 与此同时 美国坚不可摧的超级盟友 更以实际行动 欢迎三方安全倡议 从15号开始 日本陆上自卫队展开 全国性的超大型联合演习 动员超过10万人 以及2万辆军车 时间长达两个半月 规模更是28年来展建 演习项目包括后勤补给的 出动准备训练 以及测试战斗部队移动的 机动展开训练 虽然也明说假想敌是谁 但日本媒体直指中国 而演习的目标 就是日中两国都声称 拥有主权的钓鱼台 日本政府向来认为 一旦台湾与中国开战 钓鱼台在四天内就会落入 解放军的手中 因此这次的大规模演习 就是预想钓鱼台被占领 自卫队必须夺回师徒 演习的范围也暗中包夸台湾在内 岸信夫罕见接受CNN专访 把台湾与台海的和平 当作日本政府的事 前几天岸信夫造访越南 也不忘公开提及台湾重要性 更说日本90%以上的能源运送 会经过台湾海域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就成为首要目标 美英澳三方军事结盟 与日本抗中策略 完美连成一线 美国与其盟友对中国一连串的施压后 9月下旬拜登还将在华虎召开 美日印澳四国高峰会 急于展现他承诺要在阿富汗撤军后 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 美中世纪之斗也随着美国的不断校正 将进入新的团队 与 mainland殿下旬来自中国쪽 sharp山 100岂年西岛